本集中的空間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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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就跟大家聊聊 怎麼樣進行空間攝影 需要怎麼樣的觀念 以及怎麼樣的技巧 能讓你的空間攝影 變得更好 不管是建築物或是旅遊的 都能夠有更好的照片成果 空間攝影其實跟其他攝影一樣 我們需要要求的 不管是構圖的美感、清晰的主題 沒有干擾物這些 都是跟其他攝影的要求非常類似 同時呢 對於器材的掌控 比如說你怎麼樣去控制光散要素 能夠用最好的光圈、快門以及感光度 來達成照片的需求 適當的使用一些輔助器材 比如說三角架、適當的雲台等等 都能夠讓空間攝影更加輕鬆 達到比較好的成果 而當你要拍攝建築啊 空間題材的時候 我們先要瞭解到空間這個概念 尤其是由往藝術家描述 展現他們所認識的空間 不管是透視法 或是明暗法、遠近法 這些呢 都是要讓我們在視覺上 能夠感受到空間的深度 感受到什麼是前、中、後 深度的描繪呢 理解到空間 比如說我們現在畫面中 實現的構圖呢 就是我們透視法中的單點透視 什麼是帶你透視呢 就是畫面中的深度 呈現出來的透視感 前面近的地方大 而後面遠的地方小 比如說我們看到現在呢 我在畫面中的高度呢 其實跟建築物是相差無幾的 前面的物體大 後面的物體小 空間中所展現出來的線條 比如說我們看到建築物 它的線條 不管是垂直的 垂直的線條 水平線條 垂直的線條、水平線條 其實都跟我們現在畫面中的畫框 比如說我們現在16比9畫框 我們的邊界 我們看到我們的 平像的水平線 跟垂直線 都是相互平行的喔 所有線條呢 都跟我們畫幅 我們的矩形的外框 呈現平行的狀態 就是單點透視 非常容易的理解 平時我們知道 在這個單點透視呢 我們看到的是 單純畫面中 所有物體的前後關係 深度的線條 從四周 向中間交錯 單點透視 非常簡單 它單一的透視點呢 就在畫面的正中央 我們可以從古代的名畫中 找到例子 比如說達文西的最後晚餐 它又是很明顯的 單點透視法 而畫面中 呈現出很嚴謹的 前後深度的關係 我們現在看到的畫面呢 就屬於兩點透視 兩點透視呢 就是我們看到 畫面中的水平線呢 跟我們畫框的水平線呢 依然呈現平行狀態 可是呢 我們可以發現 畫面中垂直線條 你看到垂直線條 用這邊垂直線條呢 已經跟我們的 十六比九的影片的外框 已經不平行 它們兩者的斜度呢 無線延伸之後 會交匯在一起 就是所謂的透視點的交匯 而我們在畫面中 可以找到兩個透視點 分別呢 是單點透視所形成的 無線集中的透視點 另外一個透視點 我們這邊看到 兩面型斜線呢 在畫面中 展現出另外一個 交匯的透視點 因此呢 在畫面中 會找到兩個透視點喔 就是所謂的 雙點透視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另外一個 兩點透視的例子 我們看到畫面中 我們看到建築物的 屋頂跟地平線 能先出一個透視點 而另外一邊屋頂呢 跟另外一邊的 地板的透視線呢 會在畫面之外呢 形成第二個透視點 因此呢 在畫面上我們可以找到 兩個透視點 而形成了雙點透視 這是雙點透視的另外一個例子喔 好的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三點透視 三點透視呢 我們除了剛剛看到 兩點透視的 左邊 右邊的透視點之外呢 建築物往上 又會形成第三個透視點 因此在這畫面中 我們可以找到 三個透視點喔 這就是我們對於 怎麼樣去描繪空間 透視法的 基礎的認識 而這樣的認識之後呢 我們就會輕鬆的掌握 在空間中 得到好的 攝影座 可以讓你的建築啊 空間 旅遊的照片 更加具有美感喔 我們建議 先採取 單點透視的方式 讓你的建築物 不管是 我們的直線 橫線呢 都盡量的 跟我們的畫面的外框 做平行 這樣的單點透視呢 我們可以用最簡單的邏輯呢 去理解整個建築物 它的形狀 跟它的空間 而這個方法呢 可以將建築物的平面 完全展示在畫面之中 而不會有任何多餘的扭曲 歪斜 不管是建築物 或者是人物 本體 這些呢 都可以無扭有趨的方式 都呈現喔 我們這樣的方式 觀看是最神力的 而 我們眼睛看起來神力呢 通常我們也會認為 它會比較美一點 可是很多建築物呢 是很難拍到 像這樣的 垂直垂平的狀態的 那我們要怎麼解決呢 就是利用 我們的距離深度 推遠一點 那我們的相機的光軸 像我們的視線呢 跟建築物的整體透視點 不會相差太多 我們距離拉遠呢 然後用比較望遠鏡頭來拍攝 就比較容易拍到 正確的單點透視的照片喔 如果我們找不到最佳的角度呢 去描繪單點透視的建築物 或者是你所要表達的空間 這時候 推了球棋次呢 我們可以使用 兩點透視 那我們空間中的水平線 能夠與畫面的水平線平行 可是呢 我們會稍微犧牲一點 我們兩邊的直線 會在畫面外 形成一個透視點 而形成第二個透視點 所謂的雙點透視 而這樣的一個外觀呢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 後期的軟體 比如說像iPhone的Photos 或是其他的Apps 就可以很輕易的 這樣兩邊的斜線呢 把修正成為直線 當然會損失一點解析度 但是也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喔 有些特殊的相機器材 比如說移軸鏡頭啊 利用移動鏡頭的相場方式 原本拍不到的區域 能夠呈現在畫面中 也是可以解決 透視點的方法之一喔 兩點透視呢 會讓建築物產生一種歪斜的狀態 而讓建築物看起來不像直線 但作為一種攝影表達手法呢 也可以讓建築物帶來莊嚴穩重的感覺喔 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三點透視 我們看到的建築物 這兩邊形成透視點 這兩邊形成透視點 而垂直線在畫面外形成第三個透視點 而三點透視 如果我們在拍攝的時候呢 需要展現建築物在空間中多邊的造型 以及特有深度感 我們可以在畫面中找到前中後 前中後這樣很多面的透視感的表現 這也是能夠讓我們在空間攝影中 帶來建築物場域這樣空間中的內容 以及它的深度感 我們不需要盡量掌握空間攝影中 不要有多餘的雜物 盡量呈現出乾淨沒有干擾的構圖美感 讓它不會有水平上的傾斜 畫面中的水平線呈現出非常穩定 非常恆定的狀態 沒有過多的傾斜干擾 在我們在使用手機拍攝的時候呢 利用我們手機所提供的輔助功能 比如說水平移 讓我們在畫面中試圖 讓你的左右上下都能夠水平的時候 畫面是沒有任何的歪斜的 我們可以利用現在手機所提供的廣角鏡頭 輕鬆的將我們的世界所涵蓋的景物 都收納於我們的畫面之中 我們可以適時使用直幅的畫面來表現 確保畫面中的直線呢 垂直垂平的線條呢 都能夠與畫面平行喔 單點透視呢 能夠給我們非常穩定非常漂亮的畫面 比如說這個畫面中 如果我們不需要前景有這麼多地板的話 我們必須要適時的將相機提高 這時候就考量到 是不是有適合的相機的腳架 可以任意決定相機的高度喔 如果沒有腳架的話 我們可能要使用空拍啊 或是其他方式 來記錄到完美的單點透視 稍微讓相機呢 傾斜一下 我們就可以得到兩點透視法 而兩點透視法呢 可以讓我們看到 畫面中非常穩定的水平線 支撐整個畫面結構 而建築物或者是畫面中的垂直線呢 現在呢都有一定的傾斜度 如果這個傾斜不是太多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在後期稍微做修正 而這樣向上傾斜的角度 其實有時候呢 對於拍攝人物而言 也是有一定的正面幫助 上半身放到畫面的正中央 有讓腳步呢 來盡量靠近畫面邊緣的話 人物呢會有一定 變得比較高挑 比較修長的效果 利用透視法 來讓我們 拍攝空間與人物集合的時候 能夠更加美觀的一個小技巧 現在會帶來的是 三點透視的一個示範畫面 我們看到畫面中 只有水平線保持水平 可是呢畫面中的深度 透過三個透視點呢 來做呈現 這時候我們可以理解到 空間有更複雜的樣貌 我們可以看到每個東西 不管是正面或側面呢 都能夠在畫面中被我們所知覺 人物的放置也可以更加的靈活 我們可以在畫面中的側面 正面做放置 在這畫面中呢 我們適當的讓人物 可以利用畫面中的黃金分割 站在畫面中的左三分之一 或右三分之一 人物與空間呢 呈現出更加有趣的構圖喔 Right 像這樣三點透視 好好的使用的話 一樣可以呈現出 景物中特別的深度 以及人物呢 在景物中的大小比例 更能夠理解到空間跟人的關係 不管你是拍攝環境能像 或者是拍攝建築 旅遊等的題材 都一定要使用你的 手機或上機的水平儀 來確保你的畫面 沒有任何集合上的傾斜 同時呢 控制好我們畫面中的透視感 比如說多加觀察我們的 建築物中的線條 是不是形成了多餘的透視點 是不是有一定的衝突感 這些呢都能夠 讓我們在空間攝影中 獲得更好的效果喔 多花一點時間 簡化你的透視法 讓你空間更加整齊 或許別人可以在你的照片中 感受到更多 空間建築的形體之美喔 分享給大家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